现在因为还在三级警戒 所以室内不能够群聚 像是健身房也不能营业 只不过台南这间健身房 昨天被发现了 怎么灯火通明的 结果巡逻员警就上门去查 发现店内有7名男女群聚 虽然说他们也不是对外营业 而是教练跟工作人员 回到店里面来进行线上教学 还有处理公务 而且他们都有戴口罩 其实蛮冤枉的 但警方还是认为 室内群聚超过5个人 还是依法要裁除 健身房内灯火通明 教练就在这里进行线上教学 加上柜台 其他地方几名工作人员 是否违反群聚规定 警方当场清点人数算明白 巡逻警网意外发现 台南这间健身中心招牌灯亮 尽管不是对外营业 而是教练回店里视讯教学 但这人数仍超过规范 公司指派他们来这边处理公务 以及那个有调派四名健身教练 来该健身房来执行线上教学 有七名男女群聚在一起 疫情当头烧 警方取缔抓得严 高雄从五月十九到六月九号 已开出四千四百三十六件 没戴口罩的取发单 样态白白种 超商门口动动残除 但转过身来口罩却拉到下巴了 都不要动警察 都不要动警察 打麻藏打得忘我 就连口罩也忘了戴上 警方到场查起 室内六人就五人没戴口罩 丝毫不怕病毒借此传播 户外无罩 室内群聚行为 白白种 但解封之前没有松懈的本钱 可别让自己成为防疫破扣 华氏新闻绍兴 刘瀚生荣浩北 台南高雄报导 华氏新闻